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正词 赵刚子 你拖完跑道来这拖楼道来了 你知道我为了是付出了多大的努力吗 我练瑜伽 高温瑜伽 低温瑜伽 空中瑜伽 光海参我就吃了多少根啊 全让你耽误了 咱俩继续努力 明年咱们拿第一名 明年跟今年能一样吗 这可是我们小区第一届趣味运动会 知道吗 我现在都成趣味了 其实咱们取的成绩还可以 第四名 说得过句 一共就四组 楼下张大爷张大妈都跑第三 咱情何以堪 全让你拖地拖的 知不知道 不是大明 你别老这么说行不行 我到现在我都不明白 当时跑步的时候 我为什么就拖了地 你还没想明白呢 来来来来 我跟你说啊 我今天让你明白明白 怎么拖的地 来 这个 当时是这样的吧 咱俩腿是绑一起了 是不是 对对对 然后我就跟你说 我说你不要着急 你听我 只要是一个口令枪一响 你就听我口令 是不是 我是听你口令跑啊 来 你再听一回 我当时喊的是 预备 左 拖地没 拖地没 是你拖的吧 解放邻居们 是他拖地了吧 下令营 抱抱 让他练练胆 他还想学卡丁车 抱抱 让他找趟北 哎呦喂 这嘚瑟的 大姐夫 别嘚瑟了 你自己知道乃是北吗 哎呦 北 行行行 哎呀你行啦 你这是羡慕嫉妒恨的 人家有嘚瑟的资本 你拿啥嘚瑟 他凭什么嘚瑟 在这个家里 嘚瑟是我的常态 他嘚瑟那就是个意外 他嘚瑟 哎哎哎 街坊邻居们 你们等着啊 分分钟 我让他这一万块钱 就嘚瑟光了 哼 媳妇 干啥 看着数钱呢 别别别 数人家钱干嘛呀 来咱加油 来来来来 哎 我也有 哎 一一一一 哈哈哈哈 哎呦 大姐吧 啊 你那有一万块钱 我这也有一万块钱的工程款 啊 咱俩一样 嗯 男人有了钱 得想着自己的媳妇 嗯 哎 媳妇 哎 来 哎 天热了 两千块钱 买一条裙子 谢老公 媳妇 媳妇 男人有了钱 先想着的是自己的老婆 天热了 拿着 两千块钱 买十条裙子 咋的 这一年就够用了 老公 我爱你 哎呀 亲爱的 啊 我知道 你看上的那条裙子呀 是四千块钱 嗯 那你给我两千干嘛呀 买半事啊 买前半事买后半事啊 哎呀 差两千块钱 哎呀 这差两千块钱 可就让为夫为男了 别闹 当真多人面 你不那边不还有钱 你们直接给我 呦呦这不行 这个是工程团 那你给我两千 到处我干好 那就别买了呗 什么玩意就必吗 你非得买衣服啊 啊 你怎么可能 你啊 哎呀呀 买件衣服还没完没了了 行了 你干什么 行行行 这没事 这有什么不能说的 我是怕黄小圈 把这事说出去 这是好事 他说就说呗 我不是怕这事 弄到大了吗 就以你这性格 干了好事 不得大肆宣扬啊 你听我解释 解释什么呀 解释 钱顺芬你真行啊 这时候还骗我呢 是吧 你是不是拿我 阿米利当傻子呢 你啊 我没有 我为你们老前家 还孕都起一个月 你才这么对我 我知道 我跟你说 钱顺芬 你以前仨个小谎 也就算了 现在你玩大了 我没法打 玩飞鞭子了 你都啊 你在外边 给我找一大姐 还给我生一头胎 你等着 我现在就去医院 你等着 媳妇 你上什么医院呢 你啊 我上什么医院 有人给你生头胎了 咋的 我还得跟你 拿着二胎吧 不要脸 不是媳妇 你可千万不能去医院呀 这孩子是无辜的呀 大姐妹 大姐妹 也不好使 站住 这孩子是我的 你看 你看 这孩子是我朋友的 什么什么什么情况 就他朋友的 阿米 来 你坐着 我跟你解释 阿米啊 情况是这个样子 这个 刘美芬的老公 是我从小的发小 是我的好朋友 对 他老婆刘美芬 在怀孕七个月的时候 我这个朋友 不幸英年早逝 阿 刘美芬悲痛欲绝呀 就不想生活 甚至连孩子都不准备药了 那不行啊 对呀 我一想 这时候我得救他呀 但是你是知道 你大姐夫这方面 对女孩确实不行 我就请了钱盛弘 因为这是她的强项 对 这是我行啊 你别说话 但是你放心 每次我们去他们家的时候呢 不是他一个人去 都是我跟着他去的 你去没去 啊 去没去 去了去了 过来 去了 我当时我跟他一块去的 每次我们一进到刘美芬家 我们都会败祭 刘美芬的钱福 不用跪下 虚空 谁回来了 不玩了 陈奔奔回来了 二姐夫 他们啥时候回来的 他八点钟下着飞机 十点到十二点 接了一个电话 发了三个短信 喝了五杯白胎水 上了两次过来 一次大手 一次小手 我一直跟着他呢 你监视人家 我不是监视他 你干啥去 我出去转转 去物业转转 让你管 别去了 你和笨本不合适 人家笨本不喜欢你 二姐夫 请你注意你的言辞啊 他喜不喜欢我是他的事 我喜不喜欢他是我的事 这是我们两个之间的事 跟你没关系 你知道他为什么不喜欢你吗 为什么 坐下 你俩都是大学生 人家是物业公司的总经理 你是代业女青年 差距太大 人家怎么可能提到你 那怎么办呢 我今天就是拯救你来了 玩游戏 跟着二姐夫一块创业 成为一个女商业界的奇才 我保你两个 三生三世 十里桃花开 不行啊 那怎么做啊 小道消息啊 咱们物业有三间门面房要出租 我打算把它租下来 我要搞一个高档的餐厅 让你当副总经理 年薪三百万 三百万 还是欧远 欧了 欧远 我都这么急 我 哎 二姐夫 那你说这事能成吗 成不了 啊 你真假的 嗯 笨笨不同意啊 笨笨 笨笨在我一上午的死缠烂打下 他已经妥协了 那是我大姐夫不同意 你说对了 就是这样 照张的 哎呦 气死我了 他主要是嫉妒你 我跟他一说 你当这个副总经理 哦呦 那个头 为什么呀 为什么 这个家里边我 成功的民营企业家 你压着他喘不过气来了 你再成为女强人 副总经理 还能够活吗 好 好